兄弟,你稍等一下,你说像你老婆跑了跟别的男人,说不定就背叛你了,孩子也扔给你两个娃,不管你能不能照顾得了,你是没有婆婆的是吧? 有啊,我老妈有啊,老妈不能帮你带带海门啊,孩子吗? 我老妈在广西啊,啊,你看评误怎么说的,让你先爱你自己,啊,然后干嘛纠结老婆,你顾励老婆干嘛,她也未必顾励你。 像这样的女人,很心到把两个娃子都抛弃,钱也不出,也不看孩子,也不出钱,也不买衣服,什么也不管的,你还管她干嘛呢? 这种女人,就是在男人女人里面啊,不分男女啊,甭管是男人也好,女人也好,她只要抛弃了自己的孩子,都是渣子。 其实我个人认为,如果非要说的哪个更严重一些,就是,就是女人抛弃自己孩子的可能更渣,为什么呢? 因为孩子是从她身体里生出来的,她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体力,她都生出来的孩子,按道理不应该比男人更爱吗? 她都能做到冷血无情,她是不是比男人,就是女人抛弃孩子比男人抛弃孩子更渣一些,更无情。 所以说,有的女人她说,我宁愿放弃全世界,我不会放弃我身上就下,下来的肉。 有的女人就这样说啊,但是说像我那个,她怎么这样呢? 两个小孩啊,两个小孩那么可爱,那么听话,没事我下班回来,爸爸你饿了吗? 然后就,一个刚五岁女儿又洗晒,给哥哥,什么切晒,这样啊。 什么?五岁女儿怎么给哥啊? 我那个女儿,我一下班回来的时候,爸爸饿没有,然后她就去帮洗晒,然后就给哥哥帮切晒。 什么帮切晒是什么意思啊? 就做晒啊。 做事情是吗? 嗯,是我女儿,我带小孩。 就说,我下班来懒了,有时候给他们自己在家,然后就说我下班懒了,但是爸爸在门口接我,就爸爸饿没有,后面他就,因为我买菜,我一般买来放冰箱里面了,然后那个女儿就拿去洗,然后那个大就洗菜,洗菜是吧?洗菜? 嗯,然后我说,那两个小孩那么可爱,那么听话,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老妈,我觉得也不可以。 然后很多人也说了,那他,我就是我老婆的大哥也说了,因为我老婆的大哥,他属于是堂哥,因为他老婆也走了嘛,那个他大嫂也跑了,然后现在洗了三年,他大嫂又回来了嘛,然后大哥也说了,他大哥也说,给他出去,玩过再回来。 要么你现在去,你拉他回来,没用,给他自己回来,才有用,你去详情给他回来,没用。 嗯。 他爱来,不来,不来,不来,就不来,反正你养好,你两个小孩,反正他回来,你以后,假如说,他熟悉个五六年了,你回来,你就不要给他进那个家就行嘛。 嗯,是呀。 然后现在岳父啊,他因为他是大女儿嘛,那个二女儿,他那个二女儿家, 他家了嘛,我是洗那个淡嘛,岳父现在什么节路都是我一个人去。 嗯,所以说我为了他老爸老妈这样,我就是每个节路我都去,我一下班,我就带小孩去。 嗯。 嗯,但是大爱姐把我们这样呢,我说如果说,我洗到我那里的话,那也不是更完蛋了。 嗯。 像这样的女人哈,可能你就是命不好, 娶了这样不负责任的女人,那你就自己一边带孩子一边赚钱吧,反正你工作时间也自由。 大儿子也不用,你怎么照顾了,就是小,可能就是说你要工作之余,还要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。 就是,就是那个小而已,那个大的话,是没什么了,大的早上送,然后晚上接就行了。 然后就是说那个,最怕就是那个小,因为那个小的,嗯。 那怎么说呢,给那个大看,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放心,就是说偶尔,有时候那个小的,偶尔我都还自己带到厂里面去。 嗯。 那就大了,多四年级了。 你是不是之前给我连过呀? 啊? 之前给我连过麦吗? 好像没有吧,但是连过我不知道。 忘记,反正,现在的感觉,书这种书行,就在为了一半的故意。 很,你真的,你要是想大夫给,就搞得,如果他愿意离书戏干净了,我找个后妈也好,不找也好,对吧,也做什么都方便,说当没有那个人了就行,现在挂在一个,挂在这里,还有一个夫妻窝,但是又不能在一起,小孩大夫看。 那感觉好像,有没有家庭都是一样的,但是我想问一下,就是说像这种女人,她不知道以后悔,她会不会后悔,就行。 她肯定会后悔呀。 有时候她去找的一个更好的话,她可能有时候才不会后悔,更好的话,应该不会洗她了吧,那种很有强的,那些应该也不会洗她了吧,除非是缓。 比如我说,再去找个头纹,熊的呢,也跟我一样的呢,有时候都过得没有我好的那种呢,那又更麻烦。 嗯。 她也不喜欢那些,有时候呢,也不会要她。嗯。 嗯。 如果你说恶婚,谁都恶婚的呢,这些日子的话,就是说,可能结束都两三年了,开始,如果能过得好就好,如果结束再三年以内,不好的话也会过得不好,我觉得。 嗯。 不过有的女人是想,有的也是这样,还是弃养别人的小孩可能好一点,自己的小孩,有时候不值得。 嗯。 算了,这样的女人就算了吧,大哥,兄弟。 嗯。 所以说,我现在真的很,很想人家那些,人家跑了两三次了,他有给钱,而且说也没有,也没有离婚,但是在给钱,买衣服,经常打电话。 嗯。 给小孩,因为他那个大小孩都用手机那么,读书中那么,嗯。 经常看小孩。 然后我问,我说你是家暴,他说没有啊。 然后就,我说我,我那个,我没有打他,也没有怎样。 嗯。 后面,他现在走两小孩都不看,我说这种人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想,我不知道。 嗯。 算了,兄弟。 这种女人,这种女人不值当的啊。 这种女人不值当的啊。 他呢,如果他能回来,就原谅他还是,如果他不回来,那就算了。 你怎么原谅? 毕竟个人带了,带了个小孩真的不容易。 嗯。 嗯。 像这种女人,你再怎么以前多他也没用呢? 这种女人呢? 嗯。 说二婚两个孩子过后不好的,是的。 你就别再婚了。 你就别再婚了。 别想了再婚了。 我也是想过了,就再婚的话,就怕我们到时候两个小孩,又不好。 因为他二婚,二婚找头婚也是难找,然后。 你怎么可能二婚找得到头婚呢? 然后二婚找二婚,他也肯定二婚也有原因呢,他才离婚呢。 对啊。 我也想过了,所以说,我业父那一些,还有我那一边呢,都说你不要怎么想,好好赚钱工作才是你的责任。 对。 啥都不用想。 嗯。 所以说,这一段时间,他打电话我也不接了,他发信息过来,我也不回。 嗯。 我只是回一句,就说什么时候回来,你离婚,就是这样而已。 嗯。 反正我就说,我上班没空,有时候我就,他发发过来,我说上班没空,你不养小孩,我要养。 我就这样说而已。 嗯。 他可能是到外面去了,有可能啊,跟他一起工作啊,可能他说他那些事情啊,然后可能啊,也还是,可能人家有时候说说他,你这样没用呢,还是被有小孩,有时候会影响呢。 他可能,听到人家说说他,现在可能又想怎样,离也不是,不离也不是的,可能是这样。 他说怕回来嘛,又怕我不原谅,然后又跟人家,他生女,他家里面的所有的信息都知道,他也没有怕你面子回来。 嗯。 他出去,他离开,也没回过,他老爸家了,也没回过了。 嗯。 有时候老爸打电话的,他都不接。 嗯。 你找不到,找不到投婚女的啊。 带俩孩子,找对象不好找。 是啊。 但是也说之外,早了还不是累了什么。 现在有两个小孩已经也足够了,好好养小孩。 虽然我们现在是说一个人带,可能苦一阵子了,也不可能苦一辈子了。 嗯。 但是,